大批园警进入包厢 足以核对消费者身份 另一头园警喝枪实弹 前往金融闹区吉祥大楼网咖和撞球间 进行领检勤务 金融市长谢国良 在警察局长张树德亲自带队下 出动了四个分局 177名警力 还出动霹雳小组 喝枪实弹在市中心进行领检 工作本质上是困难的 因为有一些社会治安事件一发生 会打击到民众的信心 警方也很辛苦 但我觉得不管再辛苦再困难 就是有这个决心 我们今天目前跑了两个地方 我们希望了解到警方执勤的状况 还有在领检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到什么样的情况 警方会很辛苦 碰到的临时的状况 也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 那我们希望还是 警方在做好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也要小心他们自身的安全 出发前 市长谢国良 特别在警察局主持请教 针对金融近来发生多起 社会暴力事件 都让民众恐慌 而打击犯罪 扫荡帮派 才能够让民众安心 治安事件难免 那我们现在国家 因为我过去在立法院都在司法委员会 我们现在国家的刑法 其实是保护罪犯的多 能够维持正义的少 最起码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警方的执法是更辛苦 那我也鼓励警方在执法的时候 拿出更强硬的态度 因为其实这些人 如果看到警方强硬的态度 我相信他们是会害怕 也会自己要更熟练 可是相对 如果没有拿出坚决的态度 那相对我觉得对方 就会猖獗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黑跟白的一个对决 那这里也要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件 应该立即打110 请警方这个向我们爸爸提供 如果说他有行车记录器 那能够一并给警方 经过一个晚上零检 总计查获妨碍通气意见 窃盗一件 诈欺两件 违反保护令一件 虽然春节已经过 但金庸警方大动作宣示 要让为非作歹的人 不要轻举妄动 记者黄少民金庸报导